在發生意外的阿公國街 是出入沙田和馬鞍山的必經之路 交通非常繁忙 不過經常都有踩單車的人士途徑 附近的欄杆也都拍滿單車 好像這位踩單車的市民 雖然穿了全套裝備戴上頭盔 但是過馬路的時候就沒有下車 就這樣踩過去 涉及意外的專線小巴803號線 是由大維遣景村 來往馬鞍山、利安村 我們記者搭過這條小巴路線 當小巴鞋駛到差不多入馬鞍山的道路 車路兩旁都沒有單車徑 有司機說踩單車人士 經常亂衝過馬路 踩單車他也是很急 就是衝過去嗎 對,他也是很急 他也是很急 他可能自己也沒有留意 有單車教練表示 今次意外成因 極有可能和死者太熟悉路段有關 根本是平時踩慣那條路 一般都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又或者很少車經過 剛巧這次他一出去這一下 就有輛車就在後面 就很快速地經過 又沒有回憶到他 到此今次的意外 呼求表示 如果踩單車的時候 在行人路駛出馬路 更加要提高警覺 其實正常安全的情況 應該是我們現在的情況之下 停下一輛車 就把單車搬出馬路 便便 放下了之後 其實坐上單車之前 其實我們都要看清楚 後面有沒有車輛經過 蔡俊明就說 有一些行人路設計到有斜坡位 方便踩單車的人 直接駛出馬路增加的險性 香港風騰電視記者 廖正漫步道